那我们现在呢 现在先去 因为我们的资料目前只算2015 而且是从4月开始 一直到2017年12个月 但是我们刚刚在比的时候呢 刚刚我们在比的时候 我这个趋势线 你不可以用年来去画 你一定要用什么来去做 你一定要用月来去做 对吧 不然这样子要比的话会变成 一刚开始那一年只有9个月 跟后面两年是12个月来比 画出来的线一定是往右上跑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改成是 我降下来我是画的是月 这个是例如说4月 接下来5月 6月7月单位是月 好 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比较的情形 是不是就只有三年 2015到2017 能不能再增加两年 当然可以 我们现在把资料下载下来 怎么下载呢 首先打开浏览器 然后接下来请输入我的网址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大数据分析 应用入门 范例下载 请把这个资料下载下来 台湾电力2018开始 一直到2019 24个月的资料 全部都在这里面 点它就可以进行下载了 可以吗 好 下载完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解压缩 等一下 我这也必须要删掉 不然你都做出来一模一样 滑速右键 解压缩全部 然后解压缩 好 那这个资料在哪里呢 在我的下载 这里 这里 对不对 好 你必须要把这所有的资料全选 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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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选跑去哪 全选 然后接下来复制 复制 或者是减价都可以 贴到哪里去 贴到刚刚我放资料的地方 刚刚我放资料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刚刚把他删掉了 我刚刚的资料是不是在下载的下载的这个地方 里面 所以要把刚刚那些资料全部都贴在这里 就是增加了107年资料 108年资料 这样可以了解 好 关掉 关掉 你要贴对地方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只要轻松的点一个东西 叫做重新整理 你只要把资料放对位置 放到那个资料夹下面 好 然后重新整理 会不会有更多的错误跑出来 一定会 一个档案是不是有一个错误 现在33再加24 33加24 多少57 57 可以吗 好 我就不去检视这个错误了 关闭 重点是你有没有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这边2015 2015 这是不一样的数字 虽然它很接近 虽然它很接近 但是不一样的数字 所以是不是可以看到说 它的一个成长 接下来在后面这边 它是稳定了 稳定 可以吗 可是至少在这边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 增加了两年的资料在这里 这个资料 跟这个资料确实是不一样的 有看到尾数 尾数是963 这个是380 好 可以吗 所以你再去看一下 各个年度之间 各个年度之间 像台中是我们刚刚关心的重点 各线市用电的一个比较 刚刚到这边可以发现 台中市的一个用电 加了 你看加了进来之后 它就没有很明显的成长 为什么 后面两年退回来了 可以吗 台中市 它是2018年成长 2015年台中市是下降 就是 对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 它成长很多 如果你只看这三年 你会发现这两年是成长 可是 如果你看这五年 你会发现 后面的成长更多 这样听得懂 我现在的意思吗 所以 意思就是说 这越后面 它的成长幅度越大 有看到吗 像在2018年 它也是成长 2019年 它也是成长 而且成长幅度更大 好 请你们 主要就是 把那个资料 较进来 更新一下 重新整理 假设 假设 我现在是 希望再提供给你 另外一个平台的资料 另外一个平台的资料 就是你们回去 可以自己再去分析 我想开放平台里面 像例如说 台北的幸福指数 例如说从结婚率 人口出生率 还有死亡率 你会发现 台北市的 女生的平均生存余命很高 88岁 而且那也是 前年的资料 因为现在已经2020年了 男生也活到82.5岁 好 所以是蛮高的 蛮高的 可是我们要怎么样 健康的活到 那个年龄 对不对 那很重要 好 所以我觉得你们还是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学一点 那个有效率的工具 然后让你在工作上面 能够稍微提升一点 早点回家 蛮重要 我昨天听说了 听说财政部他们 大概都是8点以后 才开始有人下班 那我想台北市政部 我曾经待过卫生局 就是我跟他们 我没有做公务人员 但是我也没有 就是我就跟他们一起 那个就是上下班 大概两个月嘛 哇真的 8点 9点 都还灯火通 就是非常多 非常热闹 好 希望你们如果可以早点回家的话 前提是 你有一些好的工具来应用